回到第二節的火燒盲世傑 有這個社長、歐樂軒和葉錦龍 Hello Hello 第二節就想跟大家從一個香港的政策說到去日本 話說我們今天在民政事務局 昨天 因為這個是星期三播 對不起我搞亂了 民政事務局最近出了一個文件去諮詢關於黃牛菲 如何打擊他的安排 大家都知道在大約八十幾個活動裡面 大型演唱會的活動裡面 也有十幾個活動是有黃牛菲的問題 黃牛菲不是全部都有的 總之黃子華那些棟篤少 出現了超賣 開始出現了一些人拿票去炒賣 這個黃牛菲市場才會出現 你說黃牛菲市場的問題 當然是令你買不到票 你買票也可能要將學友搞到一萬元 黃昭還有幾千元都有 價格都是相當大的差距 但是你始終都會覺得 問題是你有很多內部營購的票 你變成內部營購全部給主辦團體 拿去派票也好 拿去不知給誰也好 原來給市民的規定 最極端的規定是八成都是內部營購 最極端是 只有兩成是公安發售 其實這件事是好笑的 其實這份文件裡面也有說的 實際上 哪份文件 我現在手上不拿著這份 民政署這份 其實在下個星期一 即11月26日會開會 他就說這個 開什麼會 開這個民政事務委員會 我是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原來你是民政事務的 就會諮詢要做這些幾件事 其實他那份文件也有說到 最高的狀況就是八成內部兩成公開 但其實實際上現在執行 他們打雲的數目大概是六成多的內部營購 剩下三成多是公開的 即是普遍的 對 其實這個是普遍的 不過反過來說 我在四月五月的時候 其實我也研究過 因為那一期大家買不到雲子華 和五月天 是插到反艇 再加上我自己的大平遊街 那一期的演唱 讓大家聽聽 政府那份資訊文件的統計 公開發售首日內銷門票的比例 過往的三年左右 大概是六成九 即七成 去年截到九月都五成四 整段門票發售期大概是五成 即是一半半的 嗯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首先就是有一群人自己 monopolize 了那些票 即是我們用這個經濟學的說法 但這件事又是不怪得 應該這麼說是怪要怪政府 以及怪那些monopolize 了的人 另外一半是用來買又不夠買 一方面是從買家的觀眾 或者聽眾的角度 我經常都按不進那個網 那是一個問題 我很慘 但我就算被你按得進 又被你去爭 但那些票是有限的 你永遠都是一個 十拍不夠 因為舞台劇演唱會 這些落落的問題 就是十拍不夠的 即是如果demand很多 但供應不夠 那一定會搶的 那搶呢 經濟學講的有scarcity 你獅子有demand 是有demand 而你供應不夠 然後這個時候只有兩個辦法 要不就等市場的價格決定 獅子山學會最極端可以推到 就是你只要提高門票價格 到頭來就會得到市場均衡 是的應該是這樣 第二個如果你不敢做 就大家鬥快去排隊 就變成蘇聯塌之前 大家鬥排 看誰排得久 其實都是用時間來 要是用時間 但我的見解就是 經濟學從來不是說 全憑市場要決定一些東西 而是經濟學的終身關為 是怎樣才是一個有效率的分配 是的 那最後呢 用price去決定 如果你說price 但你又不能夠無視 說社會的確是 只是益那一班小班人 還是對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不用price 就看看誰有多些時間 時間 所以我通常叫菲傭去排 現在 這裏正正正就是那件事 政府的規管 我經常都會問的問題 就是究竟 他們現在做的新建議 是不是真的做到一個有效益的分配 例如說他提出實名制 通常最後可能會是抽籤 大家一起登記 然後抽籤 他現在搞另外一些東西 他一做建議就是要搞實名制 當然他有一件事就很旺居 他就說你如果搞實名制 我們為了要令人入場要花兩個小時 所以那些實名制的人 三個小時 他在說你要兩個小時前去到會場 那你那兩個小時 那些人入場做什麼呢 吃炮谷 即是time course的意思 實名制的意思 即是說那張票不能轉 是的 其實這個 course很大 但是如果是這樣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我突然那一天 死了老爸 我要去做白事 那我就整張票沒了 沒得轉讓 那我整張票火乾了 是不是 那我那張票我可能五六百元就算了 但如果可能成千幾二千元 所以你在我的想法裏面 就是說 就算殺黃牛票的市場 那它就是above price 那你規管的時候一定要很小心 你不應該把那個規管搞到 連一些第二市場 轉讓的市場 折讓的市場都沒有了 那你就做不到有效率就分配了 因為你有急事 你那天去不到你就會讓給別人 讓給別人 那你多少都是低於原價的 不如議員你呢 還是介紹一下日本經驗 日本其實比較有些為有效的 日本怎樣經驗 這件事之前我寫過文說的 那就是其實 來來去都在說 他殺了局之後 就沒有discuse過 這個五成轉八成的內部認購的 percentage 他是沒有公開討論過 2001年就通過了 不是通過 是公佈我們會改 就完了整件事 就是根本上市民是沒有參與權的 議會也沒有參與 我想有幾個問題 我們先整理一下 一個問題就是內部銷售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內部銷售可以去到八成五成六成 譬如我上次看小女歌劇舞台劇 那就是最前面那些貴貴 就是兩倍價錢的貴 那些就一定是給觀眾買的 就是你給雙倍錢 然後接著我們這些便宜人 就坐後面第七行 第八行 就是三八零票的 是的 但是第七行 因為我找了一個我們的Path房編輯 他有一個神奇的抽籤運氣 就是你委託他幫你買 抽什麼都會中 還要抽到好位 我抽到好位是最便宜的票 但是我想他有一行不到的內部銷售 所以一個問題就是內部銷售的問題 第二步就是 就是剛才說為什麼要介紹日本經驗呢 就是實名得來 譬如說我一抽就抽到四張票 是 那你就譬如說帶朋友去 那就是看一個頭 看你的名字 可以這樣做 但問題是你不應該是用立法規管去做 這個是日本也有很多演唱會是不會實名的 你不應該是立法規管 這個是主辦自己去決定做不做這件事 他有一個空間的 他新的立法規管 他又不是強制要你實名制 他說是給主辦團體有權選擇實名制 有權不選擇實名制 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就著內部認購的比率 是減低內部認購的指標 他還說我們不應該一刀切 馬上快手來減低比例 也應該要慢慢來做 我最喜歡這樣說 你變成沒有具體承諾 到頭來你還是不能解決求過於公的問題 但反過來說 你超賣所以就搞到我黃後飛 又不是沒有道理的 譬如我當政府或公司的影響 如果我有一半飛是包了出去的 我已經不用蝕了 如果他不蝕 我才可以放心下去搞 所以你要鼓勵營商環境 我覺得如果你是最信市場 最信經濟學的 你就不是用一種私自生學會式評論 純粹提高價錢就當社會最有效益分配 你最有效益分配 你可以看一個例子 至少日本的分配效益比香港好 就是它能夠創造第二市場 幫你去食感的票 你變成了別人買票 你有信心不通 你想想日本最有名的賣二手市場 就是大黑屋 那大黑屋呢 你例如新幹線的green席 即是最高級的席 頭等 然後又有些折讓了的演唱會門票 棒球門票 不過實名制的演唱會門票 那沒辦法了 如果轉賣了的話 如果轉賣了的話 一旦被發現的話 是整個位置會被取消 我們會見到有多些出名的 如果你說動漫畫的演唱會 都會有的 就是它是 直接在入口的位置 Session的入口的位置 寫著 X多少項 X多少項 因為網上轉賣 而不能夠使用 很糟糕的 直接連位置都會貼上紙幻 那這是實名制的事 但我意思是說 你有第二市場 你不就變成 我們買不到 買完之後用不到的票 你不就能夠分配給其他人 你不就靠你每個市民自己 來給大黑屋 或者怎樣都好 其實大黑屋已經是很好的平台 就是去給了下一個有機會贏的人 其實原理一樣 無論那些是非法新移民 那些不是新移民 那些是非法入境的人 非法入境的人炒黃牛 或者你有一個平台給人轉賣 其實都是市場來的 但從經濟的說法 就是你超賣 然後你弄得下不了市場均衡 這樣東西是不理想 分配效益不理想 那你就要想 這幫人 因為你到頭來說 那些人應該要分配到什麼東西 我們的批評就是 這幫炒黃牛的人 這幫吃甲棍的人 是不應該在這個制度裡面 獲得利益的 為甚麼 他們會付出風險的 因為他們不是真的享受這個表演 不好意思 我們整個市場 所有人都不是享受那些產品本身的 我們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都會歧視一些人 歧視什麼人 歧視什麼人 歧視一些不歧視 歧視一些不歧視 或者沒有運氣的 在沙律裡而已 你要插一隻手進入市場 政府插一隻手進入市場 你一定是去將一些人分別為性 或者分別為地獄的 那你現在就是叫黃牛飛那些人落地獄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那時候黃子華 其實整件事就是黃子華 大家都想看 包括我都沒得看 我有買票看 我排隊買的 你是用時間的人 我是用了半天時間去排隊買 我們其實想說 譬如說有些東西不夠分 現在大家都要去想要的 譬如說有個女神要追 只有三件事 一日用錢 一日用時間 一日用運氣 是你的了 註定是你的了 譬如說我去抽少女歌劇費 譬如你現在看日本的動漫畫都是這樣的 譬如你買DVD或Bluet 就優先抽選 對 那就將你分別成勝 優先抽選 優先就是運氣價錢 有錢可以買多一點運氣 其實你知不知道優先抽選 其實那些票的來源都是內部營購 在System上來講 在票務系統的System上來講 只有三種票 一種公開發售 一種就叫做Consignment Consignment就是什麼 英文不好 一種叫Compumentary Compumentary就是送證券 Compumentary就是送證券 Consignment就是內部營購票 我們經常比較在日本的經驗 日本就多一些中間各種 古靈精怪的System和渠道 有些東西可以用運氣 他們的公司可能比較好 就不會給信用卡包起所有票 而是可以給你預先抽選 其實那些都是叫Fan Cup票 在香港的定位就是叫Fan Cup票 我記得五月的時候 有試過城市論壇討論過 那次就找了張崇基 他是演唱會教授 又找了唱片公司 好像是環球 又找了演藝業協會 又找了一個歌迷會會員會長 我明天會見到張崇基 我應該對他說什麼 你說一下 你不如跟他談談 不過我先說了 歌迷會會員說 當然要做實名制 實名制就是人人都買到票 就是因為令歌迷會買到票 但其實最好笑的是 歌迷會他們現在買到的票 不是排隊買的票 其實他們都是直接跟主辦說 我要多少張票 然後主辦印給他 在康西文那裡給他 其實那些都是內部應購票 他們經常說用韓國 用日本的例子來做 那我告訴你日本的例子是怎樣 日本的例子就是 他其實可能整個演唱會 好像水樹來來演唱會 他租越東京東 五萬人 他五萬人裡面 他是沒有公開發售的 公野真手 五萬人也是沒有公開發售的 怎樣 100%內部應購票 然後所有人都要先進入歌迷會 先交了會費 再給他個人資料 你申請 你申請的時候已經給了錢 然後就抽籤 抽到你 就是抽不到你的錢 是這樣的作用 這樣的狀態 好了 你實名登記了 但你實名登記的頻據是什麼 就是你歌迷會的號碼 那你要入場的時候怎樣 你就拿你的歌迷會的卡 和你的ID出來 我要介紹一下 趁你開話要講一下 那你覺得不是你想的做法 也不是他們所謂的 就是他們經常提倡那種實名制的做法 OK 我要講一下 100%學生物料 重要的經濟人類學和商業史的上色 大家覺得很混亂 以前讀中國商業史 經常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 叫包包包理論 什麼叫包包包理論 就是有三個字 普通話都讀過包字 一個保保子 一個包子 包包就是我承包的 譬如我內部應扣 以及保證我自己的人有 所以內部應扣 就是我保證自己照顧那些油麻 那裡就可以分裂給他 然後承包了他 譬如說你的信用卡公司 承包兩三分費 剩下的就是市場,那些就是市場,在未有現代市場之前,大部份都是我政治庇護,有一班人先給你票 另一班人就是你包了我兩成票,你先給我吃掉,剩下的市場,但現在市場經常說不夠票 要麼就是承包,要麼就是政治庇護,這兩個是怎樣的比例控制 然後第三個就是市場,市場有三個原則,要麼是給錢,要麼是給時間,要麼是給運氣 下來都是這三個原則,那你怎麼將這些東西調節 我不太明白,黃子華經常說那些中間人,其實那些人是在做市場移動的過程 我沒有運氣的人,我又沒有時間去排隊,沒有Sam熱心,我能夠最簡單的就是給錢 有些人的時間是不值錢的,他排兩個小時就幫你賺了幾百元 我呢就兩個小時很珍貴,我真的很懶惰,或者我覺得那件事不值我的價 那就是你幫我排隊嘛,所以現在我們很把那幫轉賣的人 就好像就是惡魔化,但譬如我們剛才說的日本第二市場的例子 就是有些比較好一點的系統,就是讓你那幫人可以將你票轉賣 我們做不做到這件事呢?意思是這樣 不過在香港呢,轉賣這個車票呢,其實都是犯法的嘛 轉賣車票是犯法的嗎? 是呀,就是你炒地鐵紀念票也是犯法的嗎? 是呀,罰二千元 什麼?轉票也要二千元? 第一次犯就是一千元,第二次犯就是二千元,或者監禁六個月嘛 其實如果有些人說要杜絕黃牛的,其實你也沒得杜絕的 那些人總是會做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杜絕黃牛的 是呀,你是令到他更加有阻嚇性 因為我們其實很容易做黃牛的 不是我給阿妹看,都是黃牛的 如果用現在的定義來說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定義就是你要怎樣去趕走了一堆 為了要賺這筆錢,然後一大坨在網上 吃了所有票,然後他就去吃甲冠 因為這件事是不理想的,所以我不是說把這些人打落地獄 我明白,你說那班人的意思是 有班人是由於公開發售的票可能真的不是很多 原來你只要找一堆非法移民或者南亞人 總之那班人的時間不值錢的人 那他就可以網絡牌那個市場 現在你有另一種網絡牌出現 所以你是要杜絕這個位置 然後去令到真正市場 在二手市場的轉樣機制 那你能夠解分到這個市場機制 你就已經能夠處理問題 但是政府 政府如果 角色其實也是另一堆更惡的黑社會 是呀,從來都沒有反應 就是你有班小小流羅哥布林出來 走來就霸了那些票 然後跟著有班人吵,買不同的票 那你還很厲害那些 惡魔那些什麼Oku 走出來一拐牛,死開那班人是我的 那些票,然後政府介入去做 但是日本其實有趣的經驗就是 中間有很多不同的variation 日本是有很多的再分配的agent 就是有十幾二十種不同的方法 可以令到我得到那張票 如果你真的想要那張票 就是在這一個的位置 你不是說要說 這個內部認購是妖魔 那不是有班 而是,說真的一句 那班黃牛票 那班黃牛黨 他買一張王子華 一萬多元 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王子華是代不了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王子華那張票都是在賣五百八十元 他都只是在賣五百八十元 剩下那塊錢是黃牛代的 其實很簡單 因為王子華設價太低了 如果我這樣說的話 當時也是公價,鬼叫他設得不低 所以我覺得王子華的討論 原來你那張票值二萬元 竟然有人覺得有價值 就是這樣說 麥當娜 麥當娜搞澳門演唱會 一張票剩下二千多元三千元 也有人去 不過炒到他二萬元 我看到我的PATFORM的編輯 喜歡抽票 她去看北海道的 不知道是阿拉斯還是TOKYO 什麼演唱會 應該是阿拉斯 一張可以由一萬日圓 到二萬日圓 炒到二十五萬日圓 是的 太太也會買的 是的 或者你去我們日本的大黑屋 金券賞 是竟然可以補寵歌劇團的票 炒到兩倍三倍 都很正常 是的 但是這件事 其實在主辦的角度來說 其實主辦有什麼必要 為這個王牛說這個話 有些人就會說 主辦自己做王牛 自己放些票出來賣 但是你又不可以 每次都說主辦是這樣做 自己犯了 不過那些票 其實一來就沒有網 又來沒有金券賞 銀了金券賞 最多寬體去 執下有沒有演唱會 補充歌劇團 或者是話劇團的票 都是的 我想說話劇團的票很難買 在香港也是 日本也是 希望倫敦也是 對 倫敦也有些二手 人家那些真的很愛文化 排隊排得爆 人家特意弄一個Live House 演幾年 因為theater 才是最限制的位置 我們那些王子華 因為好似好 每個人都想看 所以才弄得這麼大 你知道為什麼香港 沒有這些話劇權 那些節目嗎 為什麼呢 有很多的 不過我們買 我們不知道 例如高山劇場 看粵劇 都是不夠的 其實原因就是 有很多的劇團 那些很親建制的劇團 瑜伽團 他們是一個劇團身份 就包了那些場 就包了那些場 但是呢 就不表演 不表演 包了那些場 不表演 因為他們有優先權拿的場 市政局場 他們有優先權拿的劇團 勝府註冊的劇團 有魏法局之助的劇團 他們就拿了那個場 就不表演 就是說我用來練習的 我用來練習的 我用來練習的 其他的劇團 其他的戲曲團 就沒得做 那你就變成了 香港根本上 少這些節目 是啊 其實是霸場 可以炒場 所以看完整個 政府文件的建議 真的沒有一件 可以解決問題 是啊 你解決不了整個問題 你只可以 他講完所有的事情 都沒有用 因為就是Marketphalium 有 有一件會動的 所有你捉到的人 你捉到賣黃牛的人 你捉到賣黃牛的人 全部一路坐兩年 這是佛則 佛則是懷疑檢討 那就是會捉到無辜的人 不是 你是賣那個才行 賣那個才行 賣那個才有事 賣那個才有事 我給我姐姐妹妹 我都可以被捉過 你不能賣高 原本的價錢 是 還有二千元以下 他都是豁免 那就是用這個 權力和暴力去打市場 其實呢 不是 其實呢 要說一點是他那個 香港娛樂史的歷史 因為呢 以前其實是有娛樂稅的 娛樂稅 曾經是有娛樂稅的 在每一張門票裡面 他會有一個percentage 是要給政府去做這個娛樂稅 但後來取消了這個娛樂稅 所以才沒有這個規管 我來做總結 其實都是幾個原則 你回去想吧 要不就是 承包和保護 那些我自己年輕人 那裡的比例怎麼改 第二就是 無論如何 一是錢 一是時間 一是運氣 那你如果不夠供應 就來這三個 看看怎麼平衡 第三就是增加銷售的 二手市場 那什麼是可以的呢 例如你在街邊開店鋪 給大家轉購票 或者網上轉購票 可以不可以 香港犯法 香港犯法企業 日本就灰色地帶 日本是灰色地帶 香港肯定是犯法 現在我們想的那些 黃牛黨很老套 就是新移民 在街上兜售 非法廣東省 兜售那種 其實那些是很高風險的東西 因為你當場有些殺手在旁邊 就在那裏 一來啦 然後你又會虧錢 三人又賣不出 你有很大的風險 所以你就要找一些 好好好 時間很多的人才會肯做 政府現在都是用一條上方寶劍去斬 不成實雙運動 都是不成實雙運動 所以真的是萬能揭 所以他現在不能用這條法 大家去抽票 希望大家運氣好一點 其實抽票也要運氣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裏 好 我們看看有沒有網聚 大家可以上回我們的火燒萬世橋留言板 我們會在 Facebook Page Pathform Page 大家可以到處分享 Pathform還未分享上一集 我通常會萬幾日分享 你不是萬幾日這麼簡單 我每個禮拜 你即時要分享 你只是重播的朋友 不行這樣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